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想重创冯敬尧 首先要从舆论下手 只要坐实他亲日卖国 那他将声名扫地 届时上海的上流社会都会拒绝跟他交往 接下来 马上就要进行新一轮的公布局大选 这次 我们要想办法将他在滑抖名单上除名 冯敬尧擅长使用下三滥的流氓手段 所以 咱们也要有足够的手下 不论民暗 都要压他一头 聂人王对文强的分析极为满意 立刻任命他作为自己的私人顾问 并提供巨资 让他召集当年失散的金武门成员 文强找到刘明并说明了来意 由于山口箱子事件 金武门早被政府遣散 刘明非常信赖文强 立刻将散落在上海各地的弟子们召集起来 组成了一支特殊的队伍 这些人只听文强一人调遣 平时负责保护涅士集团上层高管们的人身安全 虽然聂人王给文强安排了豪华别墅 可他还是喜欢住在好友方燕云那里 尽管燕云时常要将一些要人带回家中过夜 文强也并不避讳 只有在二人独处的时候 文强才会将心中的苦楚向朋友诉说 燕云非常担忧文强的状态 每每这时他都会关心地劝说 在一个深夜 二人又争执起来 燕云非常善解人意 当下柔声道 我发现你这次回来从没笑过 文强 你即便报仇了又能怎么样呢 你伤害的只能是冯小姐和你自己 不如放手吧 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不是很好吗 文强再一次陷入痛苦之中 他的面部渐渐地变得阴暗起来 忽然怒吼道 我不可能再有幸福 我不能停手 因为那样是对我亲人的不敬 对阿弟太不公平 燕云的语调更加温柔起来 文强 你不要过分地追求公平 有时候 还是要为自己打算的 我觉得聂人王并不是什么好人 他只不过是在利用你而已 当他达到目的后 我恐怕 文强斩钉截铁地说道 相互利用也算合理 聂人王会从中收获多少利益 我不在乎 我只要封敬要一个人的命 谁也不能阻挡我 燕云的心在迅速地下沉 突然脱口而出道 那冯小姐呢 却听到对面那个男人冰冷的声音传来 他也不能 新明日报的主编欧阳汉 是文强的大学同学 最近欧阳汉正在拍摄话剧 文强立刻找到他跟他商量 可否转让报馆 这天文强又来到剧院 却意外地碰到了丁丽 丁丽非常紧张 因为此刻他正在猛烈地追求澄澄 文强的回归让他心惊胆战 可文强却极为平淡地告诉他 自己冲回上海并不是为了事业 也不是为了爱情 他是不会与澄澄相见的 这让丁丽放下心来 可随后激烈的碰撞终于发生了 欧阳汉终于同意转让报馆 文强入主新明报 立刻开启了曝光社会黑幕专栏 冯静尧的事迹被一桩接一桩地 在报纸上连载 而澄澄也听到文强回归的消息 他找到丁丽 希望他可以提供文强的住址 虽然丁丽的内心受到了万点伤害 但还是宁不过澄澄 指点他去方燕云那里 一日 文强和燕云刚回到住处 就听到有敲门的声音 随后 澄澄一袭黄衣出现在他们面前 三人同时一待 过了许久 文强拉过燕云的胳膊说道 你在这陪着我们吧 澄澄见状脸色顺便 转身向屋外走去 燕云却拦住他道 文强 你不是说马上就走吗 真巧冯小姐也要离开 你怎么能让一个弱女子 独自走夜路呢 快点送他一程 去吧 声明是非的燕云 给他们两个创造了机会 二人从小路经过 这情景让澄澄想起 年前的一个夜晚 也是这般 那时的文强缺乏自信 不敢面对自己 对他的爱情 最终 却被自己的真诚所打动 澄澄多么想重演当初的一幕 或许 或许再次用自己的真诚和热情感染对方 然而 然而当他询问文强的家人时 却感受到文强发自内心的痛苦和愤怒 夜色之中传来的那一声 他们全都死了 就像是一种魔咒 澄澄南南自语道 怎么会 怎么会 文强恢复了平静道 冯小姐 以我恩怨一段 从此以后 我不想再见到你 这样对你对我 都是最佳的选择 说吧 招来一辆人力车 将澄澄送了回去 澄澄回头望去 暗暗的夜 将自己曾经爱得死去活来的那个男人 一点一点地吞噬了进去 远方 只剩下无尽的黑夜 冯府内 冯静瑶大发雷霆 最近的新明日报不知怎么了 销量大增 主要原因就是 市民们都喜欢看曝光自己的内容 冯静瑶这三个字 成为街头巷尾热议话题 他知道 再这样下去 不用多久 自己的名声就彻底毁了 于是 他派遣手下 即刻查出新明报社的后台 而丁丽早已判断出事情的关键 他静止来到文强的办公室 这是兄弟二人真正的一次重要交谈 丁丽掏出了诚意郑重地说道 文哥 当年的恩怨我非常清楚 站在公平的律场上 你们两边都有过分之处 我希望你们各自退让一步 以前的就算了可以吗 文强盯着对方的脸 冷酷地说道 丁先生 冯静瑶做的事 你知道的还少 丁丽略带恳求地说道 文哥 你这样会让我在中间难做 文强却截断了他的话语道 你不必难做 你只要回去问问冯静瑶 对我做了什么就好 如果你的母亲被人害了 或者你将来成家之后 妻子和孩子被人杀掉后 你会怎么样 你会轻易放手吗 你会跟杀人凶手握手言和吗 阿丽 在这个世界上 我跟冯静瑶 只能有一个人存活 你现在懂了吗 丁丽懂了 她知道 这件事根本无法协调 就当她准备离开时 身后传来文强颤抖的声音 阿丽 你现在应该知道 我跟程程今生 都不可能在一起了 她是无辜的 希望你能尽心保护她 希望 丁丽垂头丧气地回到冯府 见到静瑶后 将跟文强相见的事情 说了出来 静瑶惊道 阿丽 你是怎么打算的 丁丽想了一下道 冯先生 你放心 到处文哥杀害 伤口箱子在前 你报复在后 帮派追杀叛徒 向来天经第一 这件事 其实错在文哥 我会一直站在你这边 冯静瑶心中 暗自长嘘了一口气 后赞道 很好 其实 许文强的回归 对你同样也是个威胁 程程的心中 一直还记挂着她 怎么做 就看你的了 丁丽走后 静瑶立刻招来 祥叔和阿广等人 吩咐她 许文强的地址 不是查到了吗 今天深夜 你们多带点人 手脚一定要赶紧 做得要像江湖 寻仇一样 祥叔会议地点了点头 这事包在我身上 那小子住的地方 很僻静的 她不会活到明天 第二天 寻补房的局长 亲自拜访 冯府 昨夜刺杀 许文强的流氓 全部被抓 原来 文强早已将 金武门的弟兄 布置在暗处 专等冯家暗杀自己 这次抓了个现行 立刻报案 由孽人王出面 施加压力 寻补房左右为难 只能对冯静瑶 做出了警告 这个事情 让静瑶意识到 一个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 曾经赖以成名的 暴力手段不灵了 正当静瑶 一筹莫展之际 澄澄却手持 最新的报纸 出现在面前 她将报纸 甩到桌上怒倒 爹 你为什么要暗杀文强 难道你就这么 想让她死吗 与之 面对女儿的责问 冯静瑶会 做出什么举动呢 请看下集 冯老板血洗上海滩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 就点下关注吧 公众号上 还有本期文案 喜欢看文字的小伙伴 请扫码加入 将会带给你 不一样的心得体验 和人生感悟